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漫画收藏节目 本期是第43期 咱们今天介绍的是 我刚刚入手的IDW变形金刚 Spotlight 翻译成为英雄传 或者翻译成为群雄传 每本书都是一个单独的故事 每本书都是非常的精彩 这套书我是有进行讲解的 但是由于手比较痒痒 所以说他还是想看这个实体书 就是把他们进行一个购入囊中 这一套是当时IDW 是在06年到13年之前进行一个出品 全套收集的话是有31本书 我那套是非常美丽的价格进行购入 那么里面是有28本书 仅差三本书就是一套 但是我也并不着急 因为那三本书并不是很贵的书 我都是希望以很好的价格进行购入 那三本书分别是第25本书 Prow警车 第26本书 Orient Pack 就是奥连Pax 前面大哥年轻的时候 然后还有就是28本书 Magatron 那么其他的话 我都是已经在这里了 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封面 顺便说一下 这套书其实最开始 IDW官方出的时候 实际上把它们进行一个树立的编号 比如说像第一本上面写的issue1 就是第一本 然后第二本是issue2 然后第三本书的时候 就放弃这个想法了 那么觉得 因为他们出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月一刊 它不是月刊 是正经续续的 那么是安插在一些其他整个完整系列里面 所以说的话 就是把每本书变成一个单独的英雄故事 Spotlight 也是非常契机这么一个名字 每本书都会有多个封面 那么我这套收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在意封面 但是这个之前的玩家应该是也是第一是买的出版 那么第二的话都是选择一些他比较喜欢的封面 那么碰巧我也非常喜爱这些封面 天地同寿这些客同归于郡这么一个招式 震荡波也被埋葬 那本书的话非常非常精彩 可以看我这期节目 然后上面写了三个九毛九 这是B封面 这个封面其实我特别特别的喜爱 那么接着往下来看 好 这本书夜巡nightbeat nightbeat绝对是赛本坦的名侦探 他总是喜欢太暗 这本书也有讲解过 那么其实这本书的话 是埋下了很多的坑和伏笔 只有在其他的正片故事里面 才会进行一个完整的一个解析 那么这是第二本书 这个封面真的是很酷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封面了 好 再问下 那么这本书是Hardrod 年轻人 热血的年轻人 这本书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阳光热血 我也非常非常喜欢热破这名角色 然后Spotlight 这是这本书 A封面 绝对是经典封面 好 再问下 是六面兽 这本书我将会在后天的话 进行一个讲解 这本书非常非常的精彩 六面兽是我在小学的时候 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 但是没有玩到这个玩具 是我一个同学有这个玩具 当时真的看的这个哈喇子都掉角面了 这个封面 它是B封面 这个封面也是我最喜爱的一个封面 因为上方的话 是有六个不同形态的一个展示 其实六面兽 还有最后一个第七个形态 就是飞狼形态 它是给这个托尔哥送葬的这么一个形态 那么我在玩具的时候已经介绍过 这个玩具我介绍了很多次了 已经 好 我们再往下来看 好 这本书是Ultra Magnus 是托尔哥 托天晓托尔哥 那么里面还有这个萨克巨人 跟他进行一个PK的一个场面 这本书我会在大好天进行一个讲解 那么到时候大家是敬请期待 好 再往下 Sunwave 这本书已经讲到过了 这本书是他在这个书里面 这个生活为了阻止雾影暗战 复活雷 他的话是大战雾影暗战 那么最后也是被这个 因为这个寡不敌众吧 那么他的这个磁带部队 也是这个身受重伤 这本书我前面也讲到过了 也非常精彩 这是Cover B 还不错 好 再往下Cup 杯子 老兵 杯子这本书还没有讲 之后都会讲解 非常非常的酷 也是一个很惨烈的 这么一个封面在这里 好 再往下Galvetra 惊风子 我们翻译成为叫做这个惊破天 或者叫做格维隆 如果大家喜欢看托诺战士的话 应该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格维隆 好 再往下Optimus Prime 请天助大哥 那么这本书绝对是精彩 这么一个单行本 那么作为避风面也是不错 好 再往下 Ramjet Ramjet 街道部队之一 它是这个喷气机 霸天虎的一名成员 那么 尖尖的头 那么这个 有点像这个3K的 Cooklux Klein 那么这个的话 在美国肯定现在不会出版这本书的 当时还是正着比较的 这个宽松的这个年代 这本书不错 之后有个讲解的 好 再往下 这个Blaster录音机 这本书也是A封面 其实我比较喜欢收这个A封面 因为A封面的话 都是普通封面 那么很多都是最为经典的封面 在这里 然后再往下 这个RC RC 然后后面的话应该是福特 还有萨克巨人 RC的话也不是善茬 那么手持一把光速军刀 应该这个地方应该有出镜了 什么 相信高达的 其实并不是这样 好 再往下 Mirage 幻影 幻影的话 也是我很喜欢那名角色 那么赛华坦的这个猎手 他喜欢打这个电子狐狸 好 再往下 Grimlock 钢索 钢索 这个五龙大哥 后方的话 是这个萨克巨人的影子 这本书之后也会讲解 这本书 威力 今天翻译了转楼吧 这个很不错的一名小角色 好 再往下来看 这本书 Cyclonis 狂飙 高启强大哥 狂飙 那么这个 当时我看了联系剧的时候 说狂飙 怎么编金刚还出了这个中文版联系剧了 难道是另外一番故事 Cyclonis 狂飙 非常非常的经典 这个封面 封面 那么再往下 Horhead 老王顾 废特 非常喜欢他 那么作为坦克形态 我也是有多款玩具 但是这个玩具的话 很容易去损坏 那么在最近我在讲解的升级行动里面 他跟热魄也有进行一个登场和精彩的表现 好 这本书 我们看Double Dealer双面云 在这个热魄传里面 他就有所出厂 那么当时他的话 是欺骗了你个年轻人热魄 那么这是做一个间谍的一个身份 好 咱们下来看 这本书 Side Swipe 横炮 也不错 封面A 好 这个是Blur 这本书的封面是B封面 其实我更加喜欢这个A封面 这个罗嗦 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很热血 也是很感人的一本书 那么这个封面 像极先锋戴宗 当时我在讲书都谁讲到过了 像水火传里面那个宿信的信差 好 咱们下Jazz The First Voltaity of Opus Prime 这个是前天主大歌的副手 非常厉害 这个战斗力的话是非常厉害的 好 那咱们下Drift 飘移 很多人也会非常喜欢这个角色 那么作为老之一的粉丝的话 其实我一开始对他并不是很熟悉 之后也会有更多的讲解和了解 这是A封面 非常酷的一个封面 好 咱们下Clean Jumper 小钢炮 飞火山 飞火山的第二个封面 其实我觉得不如第一个封面 这个封面的话 好像还不错 但是第一个封面更好 那么是有人类的一个小姐姐登场 那么也经典的一个封面了 好 再往下 这个 这个叫做猛大帅吧 这个Metroplex 好 咱们下来看 Thunder Cracker 金天雷 这么多的复制金来在这里 之后会进行一个讲解 好 Bumblebee 大黄蜂 很经典了 咱们下来的话 就是Trill Cutter开路先锋 在芝叶州里面也有开路先锋 它的名字叫做这个Pathfinder 那么这个的话是Trill Cutter 那么其实都是不一样 Pathfinder 芝叶州那个开路先锋 应该叫做路径寻找者 这个是Trill Cutter 叫做的这个路径切开者 咱们都给翻译上开路先锋 那么也是一种小偷来了 再问一下最后一本 这个Hoist 就是滑车 好的 那么这些就是我在手中购入 这些单行本真的是非常不错 我的话也把它们进行一个观看 我觉得其实电子版 当然看起来是没有问题了 但是这些实体书的话 把它们封在手中 那么有这个当年出这个书的一种 当年的这种年代感 填一下纸张 游墨的感觉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这些书的话 我进行反复观看 那么有很多这个英诗中央 都没有进行讲解 那么一定会把它们全本进行讲解 我的计划是在今年三个月之内 讲完第一阶段 IW漫画 那么第二阶段的话 我会进行讲解 争取今年之内 今年之内 把所有的漫画 IW公司便宁漫画 进行一个完全的讲解 那么当然之后 还会讲解漫威的漫画 以及DW公司出品的便宁漫画 这是一个很大的坑 我会慢慢把它填满的 好 大家的各位们下期 See you next time